您正在找工作吗?明天26号,也就是星期六,劳委会和县府合作在宜兰大学的体育馆将举办一场职讯就业博览会 有78家的厂商提供2175个工作机会,要求职或是转职的民众可备好这个履历来请问面试 劳委会和县府合作,从明天26号星期六上午8点到下午2点 将在宜兰大学体育馆举办职讯就业博览会 餐旅、电子、科技制造业、服务业等78家厂商释出2175个职缺 还有跨区真才,提供愿意到北北基、新竹县、桃园县等外县市上班者选择 博览会里面宜兰县有63家厂家以及外县市有15家的厂家参与这一次的博览会 总共提供2175个职缺 这次厂商来源的列别大概是县内所有的知名厂家 大概都包括在内,不管是像是旅数业的部分 或者像是在立喆的这些高科技厂家 乃至于像是县级的像是学长新等这些知名的企业 以及一些中小企业通通都在有参与这一次的就业真才的活动 这次就业人才的需求其实是蛮幻幻的 包括在一些高科技厂家里面主要是集中在现场的作业员 跟一般的技术工程人员 在属于旅数业的部分 不管是前台的柜台服务人员 乃至于是房屋人员 通通都有这些需求 劳工处提醒求职者可要把握这次活动 准备好履历并注意面试礼仪 同时要事先问明薪资 老健保及初缺勤规定和职务内容 不交付个人金融资料 更别签用途不明的合约 会建议求职者 在当然第一开始给厂家第一眼的好印象 恐怕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服装仪容谈吐上面 应该要做要有一些注意 那么再来能够适当的去表达说 我有能力升任这项工作也是应该是一个求职者 应该自我要求的地方 求职者首先我想应该最重要的 一个好的厂家一定他的所作所为 乃至于他所提供的劳动条件 一定是符合法令规定的 所以不管是劳健保 或是一个透明明确的劳退制度 乃至进一步的签订劳动契约 这应该都是好的厂家应该会具备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求职者 当你在求职的时候 对于这些厂家的要求 应该要一并注意 处长李首正表示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的失业率约4.3% 估计县内15到65岁 失业人口有一万多人 而透过真采活动 希望能帮民众找到工作 另外详细职缺内容 可以先在劳工处网站查询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怎么不到